限指最次回落 硬行股和賀宏股 它們為何會 暢跌和營市上升 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期的《講股點體》 我是Lin Lo,今天是10月19日 限指最次回落 是不是又要下跌呢? 硬行股和賀宏股 它們暢跌和營市上升 有什麼啟示? 今天同樣是做回交流 因為市場回落 我覺得好像很急 又好像不急 怎麼說呢? 今天的成績額 其實從昨天來說 是差不多的 800億 其實不是很小 那好了 怎樣去分析現在的情況 一起看 明明我們林武哲做指標議士 所說任何股票是不構成任何推介意義的 如果你是首次收看 歡迎大家訂閱我們的頻道 commitxhk 記得打開這個鈴鐺鈴鈴 有更新才可以及時收到通知 下面的案例 我們今天重點再說一下 對於現在的市場來說 我們再說一個例子 先打開今天的走勢 恒生指數 大家可以看到 恒指在這個位置 昨天剛剛就是抵背池成立 大家看看 這個位置 這裡重新低 股價重新低 資金來到昨天開始 資金的級別是推高的 就是流出便流入 變成了底部背池 還有這裡股價重新低 散戶整體上是減少的 就是割肉減少的 剛剛成立了底部背池 今天就打一包下來 是否真的將我們的稀帽 全部都燒了 有人說 是否真的要穿之前的低位 今天資金依然是流入的 整體上依然是流入的 我們在前面說過 這個位置 大埔背池 脫離超跌區 以這日16308 再確定逢少位 昨天突破了省戶 角肉減少爲那天的高位 這日的低位 如果今天入場 今天收市 跌穿了今天這個低位 它才節食離創 這是一個很短於線的操作 如果是一個小波段 以這日16308的低位 這個位置 作為我們的防守位 在這個位置上 依然有它 今天來講 直至低虛衝高 然後低走以最低價 是不是最低價 不是最低價 收市 是能和最低價 是很值得的位置去收市 如果燈油的力量 今天依然是很重勁 說明明天會有慣性下床 如果是低虛 如果明天是低虛的話 去高走 又是機會了 如果明天是高虛低走 它會滑多 滑多一點的水位之後 要等待下一個 截跌的信號出來 才可以最次的入場 這就是我現在的走勢情況 好了 大家看看這個位置 和之前的位置有什麼區別 大家先看看 先看看 我們把之前的反彈的位置 做回對比 之前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藤子是不是都出現了底倍次 看到嗎 是否重新低 我們的資金級別 到這一天 看到嗎 是否又都是底倍次 第二天都是跌 第二天收市是升的 但那天是高低下跌分的 跌了生日後才升 又跌了之後才升上來 底倍次之後的位置 那天的低位的位置 對於後市是有比較重要的支持的作用 好了 大家看看現在的低位在哪裡 就是這個低位 看到嗎 就是最低位的那個位 因為它重新的 對於後市是很重要的支持位 在這個位置上 後面有一段 因為它已經吸召了之後 需要夾高股價的話 是不會馬上就夾高的 這樣是需要更加多的錢 如果再打下來 再夾高股價 它需要的錢會少些 成本會少些 所以在這個位置出現的時候 通常這個位置 看到嗎 是比較留給一些穿的 所以這次這個160308 依然是日用的 那麼手台的過股 是不是會出現這樣呢 如果你手台的過股 都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那你一定要留意一下 沒有輕易就抖掉 這樣是很容易說 一沽就沽在地板的位置 我們現在有虛奉了這個機構毛品 給大家去體驗 即是利用這個毛品 除了這個MCD 在這個錢袋裡面 有這個機構毛品 有這個剛剛說的資金 DE 這個Educator指標 去幫助大家去追蹤 可以按左下方我們的連接 可以去申請 在這裡 看到嗎 OK 好了 我們繼續說 這個是行指的情況 好了 這個是短期的 周線圖是比較中期的 它是怎樣的 中期的情況 現在看到蟹貨是有手微的鬆動 手微的感少 手微的感少 因為最重的蟹貨是這一天 9月30日 多少%呢 97.39%來的 後面這裡就是 近六點幾 今天是六點零六 到今時今日 這個價錢去收市的話 它是這樣的 即是 它都是重新低 在蟹貨呢 都是開始有手微的割育 但資金會吸引怎樣 依然是流出的 未真真正正的出現 背似的訊號 沒有牙水正常 只不過是在蟹貨 開始有割育的地方 所以在周線圖這個位置說 看今個星期五 最終以什麼價錢收市 然後在負貨點表現 表示它 未來的機會是風險 但它 依然未改變 這個周線級 依然下降 未改變 所以 暫時的反達 都是短期的反達 好吧 所以市場來說 還未增淨的穩定 但個股不同 個股有些股票 最近 今天我們發現 銀行 銀行裡面的恒生銀行 包括有些 類銀行 也開始有反達 即是空跌 周線圖已經發生了 戴貝池 幾周 一周 兩周 深周 深周 基本上在這裡暈 然後 日線圖 我們可以看到它 這個位置 重新 它在9月30日 即是上個月底 已經戴貝池 以這個最低位 跌穿未 未跌穿 即是這個位置 是很難未跌穿 底會遲的時候 那個最低位 是很難未跌穿 好了 現在的資金依然是流入 在貨持續的局域減少 所以這個反達 未增值的終業 看到嗎 這個是 恒生銀行 這個股票 今天在貨 昨日的時候減少 今天又突破了 昨日最高位 以這個低位 他作為防守 適當吸引 這是用著這個方法去看的 我們前面說過的1211 他前面是同指數 對比是強硬指數 都是雅大貝池 遲了之後 審戶各幼是這一天 12、12日 什麼叫審戶各幼 就是那天 前一天 看到嗎 12、12日的前一天 審戶是減少的 這個六柱 比前一天 是不是縮短 翌日的時候 收市價 高於前一天的最高位 審戶各幼成功 而這裏開始 在這個位 作為防守位 適當級、難和低級 吸引到現在 都是持有的狀態 今天回補了前面列考 知道嗎 然後下面的在貨 跟著手上增加 明天 只要收在今天的最低位之數 明天收市 如果在今天的最低位之數 依然是繼續保持 這就是這隻股票 好了 所謂的問題 我們昨天的影片 昨天的影片 也有說過 我這裏就不需要重複了 最後一說 就是 誰 有人說想 我去追蹤這個 核審戶貨貨 我們的機構 毛品 哪裏都有 這個手機APP 體驗的時候 都提供給大家 這個MCD 那個DE 那個T 有這個毛品 給大家 可以去體驗 好 看看 豪雲股 這個是多少 中原 看看 號碼是多少 零零三一七 中原 房務 你可以看到 它是 這段時間 資金的級別不斷 流入 流入 推高 投資金連續 一二三四 增加 是否持續國用 適當級 它有沒有水位 看看 我們可以看到 下面的支撐位 是這裏 是這裏 上方的阻力 比較大的阻力 位是6.865 現在衝到那個位置 滅回下面 以此一天的單位 作為自食位 適當級 上方的阻力 第二個阻力 比較長的位置 是7.14的位置 OK 另外這裏 所以這裏 正在反映 最多一看 就是 0 看看是誰 011 是不是這個 不是 看看這裏 011 011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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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2 2 1 2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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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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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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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4 1 1 2 2 3 2 1 2 2 2 3 2 2 达出黑板块的股票 因为其实美股方面 主板 路指的走势要比它强一点 所以主板的股票相对来说稳定一点 在这个小波段里的反等波段里 相对来说幅度没有那么大 就算它藏起来的幅度也没有那么大 这是它的走势 01178 即是中远凯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股票已经是 前面一段帝户急速这么少的这一段 即是19月底到10月14日之前这一段回落 然后帝户至今从今年是红云股 即是11178 从今年的生月份升到现在 那时候是$3.5 现在是$7.4 最高是$7.5 就是分配的股票 露了今时今日 但浪资金走势了没有 又回到50%以上 这个股票在前几天的时候 看到吗 省口割浴了 到现在 它能否持续升 在货仍然是减少 但仍然是争持的 所以仍然是在升 上面有一个助力位 就是$7.89 看这个位置能否过得到 过不了才能走 过得到就会来到前高的位置 所以市场不是说现在升 前面我们说的那些股票的升和跌 是为了和大家说市场的资金 一部分资金都是追逐盈利的 他们一定会选择一部分 钱还有可以炒作的 或者其他人没有什么发现的股票 这些就是真正帮助我们 可以赚到一些钱 但是有些人说 哎呦我已经套住了 我能不能动 不能动 那好吧 如果真的一点都不能动 全部都在那里 第一 要什么等待时机呢 扣货 哎呀没钱了 扣不到了 那就等下了 反弄结束的时候 先高抛 拿些钱出来 后面的时候去赚一些股数 如果不知道怎么操作的 我们在使用这个机构木板的时候 里面有些视频 也有讲过这方面的内容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终于再见 拜拜